這問題非常有趣 這是現在美國社會 國際社會在激烈辯論的問題 我稍微整理一下 大概對這問題有幾組看法 我們請各位看一下這裡 從這邊開始看起 比較最這邊的極端 有一批人是反共又反中的人 這批人聲望現在非常小 但我們注意到 他是比較極端的一些日本人 再來是什麼呢 反習近平 但是不反中國的 譬如說像龐佩奧這種人 第三隻人是最近在大西洋月刊出來 寫文章的一個專欄作家叫舒曼 他反共 非常明確 但反不反習近平 不很清楚 好 那我們往這邊來 這批是什麼呢 這是一年多前的最長電報 去年1月份出的最長電報 也是大西洋月刊出來的一篇文章 文章非常長 兩萬五千字 很明確是反習 但是不反共 我把習近平推倒了 那就萬事OK了 但是共產主義把它留在那裡 共產黨留在那裡 最後更誇張的是記心急 最近出來講話了99歲 既不反習又不反共 這立場跟誰一樣呢 跟中共一模一樣 我得說清楚 跟中共一模一樣 那現在就針對這些光譜 我們來說一下 我們先從記心急開始 記心急的立場我再說一遍 不反習也不反共 他的論據是什麼呢 沒有什麼論據 他只有結論 結論就是我認為中共二十大以後 他們自己會覺得他的外交走到頭了 所以之後會採取比較親美的策略 講完了 就主要的意思 這麼一個人非常奇怪 跟共產主義鬥了大半輩子 幹了美國的國務卿 然後還說這種話 這個思路呢 旺好說是搞平衡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是搞平衡 他真正學到的東西 就是拿破崙時代的那個歐洲的平衡術 就只有學到這東西 所以怎麼樣平衡好 拿破崙那時候的關係 或拿破崙之後的歐洲國際關係就好了 這是旺好說 旺壞說呢 孤寫養姦 記心急是猶太人 對 拿破崙時代 或拿破崙之後的時代 搞平衡 搞均衡 或許可以 希特勒侵略歐洲的時候 你能出來說 我給你搞均衡嗎 我就能夠停住希特勒嗎 希特勒殺猶太人 說一殺殺600萬 你能出來說我給你搞均衡 他就不殺了嗎 怎麼搞平衡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不全面對抗 你就是骨血養姦 答案就非常簡單 共產黨對於人類的禍害 將來各位會看得更加清楚 他們的殘暴各方面 遠遠勝過當年的納粹 納粹還沒有在全球範圍這樣搞 共產主義是全球範圍這樣搞的 納粹還沒有在全球洗腦 共產主義是全球洗腦的 所以對經濟集結論非常簡單 他既為中共說話 也幫中共工作 這是我對他的定論 這是第一批人 第二批人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最長的電報這批人 去年1月份發表的 他們的立場 就當年我們已經講過了 他們講這個今天 美中關係搞成這樣子 什麼等等 是因為有很多的原因的 我們當年對抗蘇聯的那套 今天不管用了 因為今天的中共 不是當年的蘇聯 所以他說我們現在 這篇文章說 我們現在對中共的策略 就不能沿用當年蘇聯那套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把習近平跟他身邊 那些小村人孤立出來 然後研究他們這批人 研究他們背景 然後打擊他們 那就行了 所以他們的這個立場 最長電報的立場 一句話說完 反習不反共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這篇人背後 我們懷疑什麼人呢 華爾街這些大公司 跟科技巨頭 他們認為跟中共長期合作 雙方勾結可以賺大錢 跟中共的特權分子 太子黨這些人合作 勾結可以賺大錢 大家悶聲大發財 那阻止他們悶聲大發財的 恰恰好是習近平跟他身邊這些人 因為他們用反貪腐的方式 來反對了 所以這些人反對的 不是共產主義 這些人是非常喜歡 共產黨特權階層的 唯有跟共產黨特權階層 合作他們才能賺錢 現在他們做的只是要 除掉習近平 除掉他們這個 跟共產黨特權階層 合作而悶聲發大財的人 這樣的做法就是肥了自己 苦了老百姓 但是最後養大了共產黨 列寧有一句名言 資本家是喜歡賺錢的 你甚至可以把將來 絞死資本家自己的那條繩索賣給他 將來再拿這條繩索去勒死他 最常電報立場在我看起來就是如此 好 第四 剛才講舒曼 舒曼是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文章 他說習近平連任可能對美國有利 他的邏輯是這樣 習近平在內政外交都搞得很糟糕 然後把中共越搞越弱 越搞越弱 所以如果習近平連任的話 看起來是美國的機會 所以他的標題叫做 中共的錯誤是美國的機會 所以他的反共立場毫無疑問 那麼從我們看起來這點 我們是同意的 我們當然有個說法 就是習近平這種做法叫總加速師 使得中共加速滅亡 對 在這上我們沒有意見 我們唯一對這舒曼有點不確定就是 你對於共產黨或共產主義 最後對於習近平這個人 你認為現在要怎麼去處理 這是我們一個疑問 當然還有一點 長期來說加速共產主義滅亡 我們是同意 我們是贊成的 但短期來說 以習近平的個性 他一定會推行一個強勢政策 那這裡對我們是有威脅 我們得注意 所以對於龐佩奧的立場 既反修反共 我們是肯定的 過去我們說過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做個結論 但是我們認為習近平如果連任的話 他一定會推行一個強勢的政策 在推行強勢的政策當中 他會越來越集權 然後越來越回到左派的這個立場上去 也就是回到毛澤東當年的立場上去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我們跟對外在世界威脅會上升 這點我們得小心 但長期來說 他真的會像舒曼講的 會是一個總加速師 然後會讓中共變弱 那這點是反共人士的一個機會 好 那對於習近平的個人改變 我們得這樣說 我們如果他做出改變的話 我們是肯定的 但我們認為效果有限 我們認為真正做出 真正造成問題的 不是習的個人或胡錦濤或任何一個個人 我們反對的是專制主義跟共產主義 我們要是民主法治人權自由 我們要是長治久安 我們要的不是姑息養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有值的節目